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高考山东卷的第三题 我们先读一下题 半径为R的绝缘细圆环固定在图示位置 圆心位于O点 环上均匀分布着电量为Q的正电荷 点ABC将圆环三等分 取走AB处两段弧长均为 这个应该ΔL的 或者叫DL ΔL因为它下边用ΔL ΔL的小圆弧上的电荷 将一点电荷Q至于OC延长线上 据O点为22的地点 O点的电场强度刚好为0 圆环上剩余电荷分布不变 问Q为多少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圆环 然后电荷是均匀分布的 总的电荷量是Q 然后在AB两点位置 就是ABC是三等分圆的 也就是这是120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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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三个在一个等线三角形上 然后在AB两点处就拿走一小段的这个 一小段 然后但是它拿走之后呢 这个圆环上电量还是均匀分布的 然后D呢是在这个 和OC这条线上 在22 比如说这是R 这个也是R 从O到这是R 然后问 就说把一开始 当然AB一开始这块电场肯定是0的 因为均匀分布嘛 然后在圆芯的位置 然后把AB两点处拿走一段之后 然后在D点放一个电荷 然后让O点重新电场变成0 问的是D点应该放到电荷是正还是负 然后应该是多少 好我们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题 就看我们我是怎么做的 首先呢 我这个是我建好的 用那个力运动里边 当然那个电磁学里边也能做 好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因为我就不在 均匀分布应该有好多好多好多的 然后我就直接放三个 然后这个 我让每一个电量都是1 因为我好算数 然后这个位置呢 就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然后这圆芯在0点处 这个我设的是10 然后这个你算一下嘛 然后这个 纵坐标就是5 纵坐标就是5 乘以刚好3嘛 就是大概是这个 但是这个尽量弄得精确一点 因为你可以试试 就如果不精确的话 会有误差 当然如果能接受也行 我们先试一下 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是 这个是C点 这个是A点 这个是B点 然后我们三个电盒都放上了 然后我们带电量都是一样的 都是E 好 然后我们这里呢 我们放一个试探电盒 试探电盒的话 就是 当然这三个我们都得锁定 不锁定的话 然后就跑了 我们这个把这里这个有一个钢体间的库仑力给打开 当然如果你用这个库仑力圆的话就不用 就是因为我用的是钢体 所以要打开 好 然后都锁定 这个也锁定 包括这个也锁定 锁定的话 如果不锁定也行 你把这个质量弄大一点 要不他一受力就跑了 然后这个带电量呢 我设的特别小 刚才那个我们设的E 试探电盒我设的特别小 然后因为 那个 常数是 10的9次方 所以我大概设个10的8次 10的负8次方 然后我们可以 这个我们先不管 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效果 好 就是说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因为我把这个瘦瘦的合力打开了 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效果 它现在是没有力的 当然比如说我们把 我们让它稍微偏一点 让X比如说是1米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 就如果 如果你看 如果它在1米的地方的话 它是受一个向左的力的 好 我们把它挪到 挪到0的位置 也就是说它现在 现在我们用这个试探电盒去 就能看到 这块的电场是不是0 它受到力是0 然后电场强度就是0 我们是这么来看电场强度的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把 AB2点拿走 拿走 怎么就拿走了呢 我们把它的电量设到0 再电量我们设到0 好 现在就像一个我们把AB拿走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如果我们把它拿走之后 它受的合力是向右的 因为只有 这个方向吗 嗯 好 那现在我们要在这个点 在这个 呃 也就是说22嘛 2我们是10 也就在这个 负20的位置 放一个电盒 然后我们这个当然也得锁定啊 锁定 它就不会跑了 在负20的地方放一个电盒 我们电量设到多少 呃 这个的收率就 重新变成0了呢 好 我们我们就先不算了 因为是选择题嘛 我们直接看一下 呃 直接带答案 首先呢 第一个是正点和Q等于大Q比 啊 对 我们大Q是多少呢 因为是均匀分布着电量为Q的嘛 刚开始我们这个设的是1 这个是1 这个是1 也就是我们总的大Q是3 啊 我们总的大Q是3 大Q是等于3的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AB两点取了 取走那个 呃 AB两点取走一个德塔L的一个电盒 我们看一下 这四个选项里面都有Q乘以德塔L比π2 那 就是说Q除以德 二π2 就是单位长度上的那个电盒量 对不对 Q除以二π2 因为圆的周长是二π2 然后Q除以二π2 乘以德塔L 也就是一个的 然后再乘个2 也就是AB总的电量 也就是说Q乘以德塔L除以π2 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取走的电量 AB两点电量加起来是多少 所以说第一个取走的 我们取走是多少呢 我们取走两个 我们取走了二 也就是说Q除以Q乘以德塔L 我写DL 然后除以π 我们看看π能不能打出来 π2 这个是等于多少呢 这个其实它是等于我们的 2的 就在我们这里是2 就是AB取走的电量的总和 也就是说A选项 A选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2 A选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2 然后我们把这个 因为正点核嘛 我们把正的2带进去 这个就是纯数学计算了 这个数学几核 这个得会一点 好 我们把带电量2带进去 我们看一下 带电量2 好 我们看一下 刚才是0.89 向右的 我们发现变大了 也就是我们 其实我们 这个如果是带正电的话 它是变大的 这很明显能看出来 这个是带正电的 然后核 核核是向这边的 这边再加一个带正电的 肯定还是向这边的 所以B选项 我们就不看了 因为肯定也是 比它那个更大 好 我们看带负电的这两个 这个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Q乘以 Δ2除以π2 对于我们来说是2 然后乘个2 也就是4 我们把这个设成 负4 我们试试 因为带负电 负4 我们试一下 当我们设成负4之后 我们点一看 它受力是0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答案是这个了 当然我们可以再带一下 这个是多少呢 递选项是乘个根号3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的4乘根号3 4乘以 呃 根号3 根号3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 我们复制一下 把它设成负的这个 值 我们试一下 好 你看 设成这个值 它向这边了 也就是说 你看因为负的和正是吸引嘛 向这边了 也就是太大了 刚才的4是刚好的 当然你可以试试 比如说我设成 试试别的 我设成负5 我看看 刚才是0.658对吧 肯定是比0.658小 对不对 所以说 当你设成 刚好设成4的时候 负4的时候 它刚好是0 但如果比负4小呢 我们试一下 我们设成负3 负3 它就向右了 所以它是一个 你可以试一下 就是它刚好是一个 从这边 然后慢慢变 然后到0 然后才这样 有这么一个过程 刚好负4的时候 因为我根据我们取的电量 去算出来 根据几何 这个就是 就是纯几何计算了 这一段 就这个是多少 就是纯几何问题了 然后数学问题 好 当然你也可以去 比如说 因为我这个只放了三个 你也可以多放几个 比如说你放六个 是吧 放十个 放放 反正是你放多少都行 多放一些 也可以 然后你电量设成 设成别的也行 还有一种 就是说 比如说你可以 这个东西放到这 然后取走的话 你用 你这两个不便 然后去用正的 不是用那个 用负的去 取走正的 相当于说放个负的嘛 但这个可能就 看自己理解吧 我就放三个 因为他的那个 而且我电量就是11 然后好算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 去想象去发挥 因为他结果都是一样的 好 这个我就先讲到这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其实这道题 还是挺有意思的 好 先我先讲到这里 就很快 都不可能 但是 我先中断 我先讲到这里